大家看立委9A福利删除大战 那么在这点上面呢 蓝绿立委可以说是叠对叠 国民党先是内讧 那么批评提案删除的蔡正元在作秀 但是事关形象 也逼得党主席马英九下令要全盘检讨 在今天上午呢 国民党是亮出了底牌 要删除津贴总共94万 不过这个议题呢 可以说是先说先输 因为一直不把立场说清楚的民进党 一看国民党删94万呢 干脆喊出了加码要全删 在这个叠对叠向有立委这样说 最后恐怕是两败俱伤 笑得很得意 立委9A今天这一战 民进党自认战术奏效 按照民进党的版本 除了每月41万2000元的公费助理薪资费用 和办公事务费要保留 其他民法院依据的福利皆可靠 而先摊牌的国民党看似利弱 但其实也是拖拖拉拉 9A内候好一阵 直到马总统公开定调 才忍痛把住宿费 立法补助费 高速公路通行费 公费助理活动费 全部删除 下电话费 文具费 汽油费 零零种种项目 或者对半砍 或者砍零头 原本一年172万的福利津贴 缩水道只剩78万 9月今天删除大战 蓝绿叠对叠 7月29号国民党出招 先自砍2A 背皮不痛不痒 没诚意 但名字上也只有一句 全盘检讨 那就见招拆招 11号国民党率先亮底牌 删着删那 民党立马全删 手段或许漂亮 但社会最大在野党 说好听是一路牵制 国民党 但已经错失改革的 助导位置 中间新闻李红杰 请理台北采访报导